这个男人正在携手 身后一个比基尼美女走来 递上一张纸条 上面写有一串房间号码 临走时还略对妩媚地看着男人 表情简直不要太销魂 男人生活在一个奇怪的小镇上 这里不仅一事无忧 全部免费之外 就连男女知识都采用低纸条的方式来完成 男人收到纸条 晚上就可以去美女房间共度凉宵 如果是让你去住 你会愿意吗 我不知道你们 反正我是挺乐意的 好了这种话题 让我们留在评论区讨论 先回到电影本身上来 男人名叫苍山 是一位苦逼的城市三五青年 这天他遭到债主追债 被揍得鼻青脸肿 一个黄印人突然出现 帮苍山打晕债主 然后带着一无所有的苍山 来到一座奇怪的小镇前 里面住着众多帅哥靓女 他们在这里不但吃喝不愁 而且每个人都还配有单独的房间 简直不要太快乐 苍山欣然同意留下来 进入小镇前 工作人员给苍山在后坡井处 植入了一块芯片 苍山在房间里找到一本小镇的指引书 里面明确标记 凡是小镇居民 在没有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切不能翻越围栏到外面去 而且小镇里绝对自由平等 随后苍山出门闲逛 来到一处游泳馆 刚换好衣服 就有一个美女主动上前搭讪 地上一张写有房间号的纸条 然后羞涩地离去 新来的苍山并不知道什么意思 在泳池边 她遇到一个美女小绿 对方见苍山长得秀气 也是主动上前搭讪 当小绿得知苍山是新人以后 帮她解答了一些问题 苍山这才知道 手上纸片所代表的含义 是邀请她晚上去房间 幸福来得太突然 苍山有些招架不住 但她还是准时赴约 第二天 苍山再次来到游泳馆 见到小绿 学问吃饭的事情 苍山在小绿的指引下 来到一间房间 这里坐满了人 每个人面前放有一块手机 只要他们按照指示 给一些商品刷差评 就能得到美味的食物 苍山照着去坐 果然得到了食物 苍山有些诧异 这未免也太简单了 当然 苍山他们也是需要工作的 只不过工作相对来说十分简单 每个州 小镇都会来一辆大巴车 苍山他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离开小镇 去给一些不认识的议员投票 或者是来到某家某食店铺打卡 发朋友圈刷好评 反反复复都是这种生活 很快苍山发现 来这个小镇的人 大多数都跟他一样 要不是走投无路 无处可去的流浪汉 要不然就是遭到警察通缉的杀人犯 与此同时 我们的女主牧村 正在四处寻找自己的妹妹 她的妹妹因为受到老公家暴 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 据悉是被抓进了那座小镇里 于是牧村开始找寻进入小镇的方法 苍山这边随着时间的推移 开始觉得小镇的生活太过安逸 没有激情 这天 她跟几个小伙伴 想到可以翻越小镇围栏 出去玩一天 结果刚离开小镇 几人的大岛中 就出现难以忍受的巨像 其实这种巨像 来源于一开始植入的那枚芯片 原来小镇的建立者 怕里面的人偷跑出来 设定了这种芯片 而此前 苍山离开小镇 没有受到巨像的影响 是因为带他们出去的工作人员身上 随身带着一个黑色屏密器 这天 苍山出门进行工作 这次他们扮演受惊的群众 假装遭到恐怖袭击 从一家酒吧里跑出来 声势之大 很快就引来了记者朋友 这起遇袭事件 也登上了报纸头条 牧村只好看到这则新闻 他在里面发现了全身是血的妹妹 牧村随即赶往 遇袭者所在的医院 却被主人告知 他们早已离开 这让牧村牺牲疑惑 毕竟从新闻上看 妹妹受伤很重 就在这时 一个西装男从一旁走了出来 牧村见到他 刚才跟医院主任有过交谈 感觉有些不对劲 于是牧村直接追上去 拦下西装男 当西装男听说 牧村在找小镇居民时 随手递给他一张小镇的入场券 而西装男的身份 其实是小镇的经纪人 他负责帮小镇居民 找那些所谓的工作 苍山他们 说白了就是有钱有权之人 圈养起来的水君 牧村根据入场券上的地址 来到这座小镇 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进入小镇的人 必须放弃自己的户口 变成一个没有身份信息的人 牧村为了找妹妹答应了 随后牧村被植入芯片 带进了小镇 牧村也开始 四处打听妹妹的下落 终于让他找到了 没想到牧村的妹妹竟然是小绿 小绿见到姐姐 掉头就走 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什么矛盾 原来 小绿遭到家暴以后 第一时间带着孩子 跑到姐姐家求助 可惜牧村因为害怕 什么都没做 并没有帮妹妹藏起来 以至于后来 小绿走投无路 才来到这座小镇 小镇的规定是自由平的 唾弃老旧的家庭观念 所以一下车 小绿就与孩子分开 孩子被送到特定的地方 没有感情的定时未养 大人只能远远地看着 牧村跟小绿道歉 准备带他回去 可惜小绿并没有一点 要回去的意思 姐妹俩因此大吵一架 闹得不欢而散 这一幕刚好被苍山看到 他发现 牧村与其他来这里的人不一样 便主动上前搭讪地质条 急顾遭到对方的漠视 苍山并没有放弃 第二天 在泳池边继续递卡片 这次牧村并没有拒绝 而是说起了 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随后牧村让苍山 带他去见见自己的外甥女 苍山答应了 两人来到一处房间的玻璃外 里面满是孩子 虽然他们在这里 可以无拥无虑地玩耍 可是缺少最基本的父母关爱 牧村不敢想象 等这群孩子长大以后 会变成什么样 他要救孩子出去 苍山听到这 带着牧村来到小镇的围栏外 让牧村感受了一下 巨像的滋味 到这个时候 牧村才意识到 自己这是进入了一座牢笼之中 越是这样 牧村越是想要逃出去 而逃出去的唯一办法 就是偷走工作人员手上的屏蔽器 牧村把这个想法告诉小绿 对方却认为 姐姐是在吃人说梦 而且在这里吃喝有人管 就算真的逃出去了 他们没有户籍 没有身份信息 能不能在外面活下去 都是个问题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牧村一边跟着苍山出去工作 一边寻找偷取屏蔽器的方法 慢慢的 随着接触的时间久了 苍山对牧村有了爱意 他决定帮牧村走出这里 其实苍山也对小镇的这种 不招蝙蝠的生活 有了些许厌烦 很快 苍山心中就有了 偷取屏蔽器的方案 这天晚上 苍山带着牧村来到楼道 摁下了火灾的警报器 随着警报响起 开始出门查看 苍山趁此机会 溜进办公室里 偷走了屏蔽器 随后 两人潜入婴儿中心 把外甥女给带出来 然后他们翻越小镇栅栏 逃出了小镇 可刚走没多久 屏蔽器就没电了 一瞬间 那种巨像涌入两人的大脑 痛苦不堪的倒地 就在这时 小镇的一位女工作人员 刚好经过此地 看到两人后 拿出自己手上的屏蔽器 帮他们把声音关了 接着就把苍山几人 带上车 往小镇赶去 迫于巨像的威胁 苍山只能乖乖听话 可好不容易逃出来 苍山不甘心就这么回去 于是他在半路上 突然出手 打运工作人员 然后抢走平民街 跟汽车离开了现场 然而出来后的生活 并没有牧村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的身份信息 已经完全没有了 不仅房子被收回 就连银行卡都被没收 没钱吃饭的苍山 只能从旧银的小卖店里偷 勉强能填饱肚子 没有地方住 他们就把车当家 期间两人之间的感情 也迅速升温 成了一对猎人 谁想想 就在这个艰难的时期 牧村竟意外的怀孕了 苍山带着他去医院做产检 检查期间 苍山被担住了 他没有身份证 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孩子出生以后 也总不能让他一直住在车里 换句话说 苍山光维持现在的生活 都很困难 到这个时候 他不由得开始想念 小镇里的生活 就在这时 一开始领苍山 进小镇的黄一人出现 苍山祈求黄一人 把户籍信息还给他们 却遭到拒绝 毕竟当时都在合同上签字 摁过手印了 苍山顿时怒浪 想采取暴力的方式 解决问题 结果根本不是黄一人的对手 苍山们以为黄一人 这次是准备抓他们回去 没想到 他先拿出一张 另一个小镇的入场券 邀请他带着家人 去那里继续过着无用无虑的生活 苍山果断拒绝 他们好不容易逃出来 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回去 苍山现在要的是 一家人齐心奋斗 彼此相爱的一起生活 而不是那种混吃等死的生活 黄一人听完淡淡的说道 不用多长时间 你就想回去了 说完转身离开了医院 画面一转 苍山在一座大床上醒来 他起身收拾妆容去上班 牧村醒来 目送苍山离开 却看到他没有拿屏蔽器 牧村没有在意 继续躺下睡觉 苍山这边 则带着一位走投无路的少年 来到小镇外 描述着里面 无忧无虑的生活 很显然 苍山为了老婆孩子 终究选择了低头 成了小镇的一名 专门拉人头的工作人员 故事到这里 也就基本结束了 片名 人数之丁 是一部概念非常出色 将社会现状和电影 设定结合为 类黑暗无托邦式的电影作品 其实照实了说 在这样小镇里生活 并没有什么坏处 相反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生活 工作家庭的压力 在小镇里 你只需要做自己就好 但人们长时间 待在这种 一来伸手 发来张口的环境中 会逐渐对生活的一切 失去兴趣 没有了奋斗的欲望 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废人 所以在这里奉劝 屏幕前的大家 不管你们在生活 以及工作中 遇到怎样的困难与曲折 都不要轻言放弃生活的希望 小伙伴 你们说是吗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